各位網友 現在香港的情況作出了戲劇性的改變 我又要評論一下李嘉誠的動作 首先我簡單地形容一下 李嘉誠的資產大轉移 李嘉誠是一艘大輪船 他要轉彎就不是太容易了 我們看看李嘉誠 我都覺得是近幾十年來最成功的資產轉移計劃 就是李嘉誠的資產轉移計劃 我們看看他在海外買入的東西 李嘉誠 最新的那宗他用了40多億 來買入1799年的英國酒吧集團 1799年創立到現在200多年 他買入這個酒吧集團 這個酒吧集團依然很好生意 而他有很多的地產 他還背了十幾億英鎊的債 就是700多億買回來的 李嘉誠 其實真正的轉移 大概大部分的轉移 是在2007、2008年開始 前後用了10年的轉移 我們看看 之前他的投資 之前他投資了英國的兩個大港口 這些大港口現在沒有了 知道為什麼沒有了嗎 因為他將那些港口 李嘉誠全世界的港口 進入一間港口公司 這間港口公司 叫了淡馬錫入股 然後 將這些關於碼頭、港口、貨櫃碼頭的業務 全部去了新加坡上市 於是 他所持有的比例已經很低了 所以 這些其實 已經是處理了的資產 他今天在碼頭業務 佔他的生意比重已經不高了 你知道嗎 2005年至2005年 這個時候他做什麼呢 他就買一些零售店 買了這間的Superdrug藥店 800多間實體店 香水零售部 260間實體報面的 the perfume shop 折扣連鎖店 380間實體門店的 savers health and beauty 這些零售的銷售 是那時候和王的業務擴充的一部分 並不是資產轉移的一部分 他在西班牙、法國、英國都是非常多零售業務的 清楚了嗎? OK 以前買的 這些都是他原本的業務生產出來的公司 我們再看看 他買交通信 2000年50億磅收購英國電信商3 2015年 以105億英鎊收購英國移動營運商02 這兩宗是關於通訊的收購的 而通訊的收購 其實就是他當日 即是賣橙 前後賺了兩三千億 賣橙賣了幾次 後來買股票回來就賣了 extend出來的生意 而他用這些錢 就是投資了很多錢在意大利和英國的3G業務上 那裡其實是虧了千多億的 然後他又投資了印度那些地方的通訊網絡 那些又分拆了上市 其實是和王一直有電信業務的 好了 我們看看 這些就是由2004年至2016年 他買這些就不是他傳統做的東西 開始 24億英鎊買北方天然氣 58億英鎊投資電力 UK Power Network 47億英鎊投資 Northflambian Water Group 6.45億英鎊投資英國天然氣公司 110億英鎊投資英國電力集結 這些全部是基建的東西 或者叫城市infrastructure的東西 結果他是怎樣呢 他是掌握了英國四分一的電力分銷市場 近三成的天然氣供應市場 電力分銷市場 天然氣供應市場 7%的水的供應市場 然後這個也作如是觀 是在2012年至2015年 就是收購英國Manchester機場 收購英國的鐵路集結 都是在投資這些城市基建工作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大概是在2007、2008年開始 到2018年 有系統地 用各種方法 將香港和中國的生意賣出去 賣了多少錢呢 那些人在街上算的數字是不準確的 基本上是賣了4000多億的 因為他有幾種方法賣的 第一 就是賣樓 這個賣樓尤其是賣得急 是在2012至2016年間 將大陸的幾乎本全部建好的樓都賣光了 第一點 第二點 香港他就保持一些樓來轉 有些地盤來轉 建好就賣 建好就賣 那裏是幾百億的東西 就是整棟整棟的大廈賣 整棟整棟大廈賣 包括了中環中心 賣了400億 他其他很多收租的樓 就拿來包裝到REIT那裏 即是那些物業回報那些投資單元 這些REIT入面 其實也是套了現的 第一 他將很多物業賣了出去 這些物業加起來是兩三千億的 第二 他將碼頭的業務放在一間公司上 而是那間公司先賣給淡馬錫 然後去新加坡上市 套回七百八億回來 第三點 他將他的零售業務 又是賣給淡馬錫 包括了鬱神市 以及剛才買回來的零售業務 其實他又賣了出去 淡馬錫給了幾百億他入市 第四 他將那些能源公司獨立上市 放在長實基建那裏 然後將港燈獨立上市 那裏吸收了幾百億 所以前後他吸收了四五千億 四五千億就用來主要賣了 有些是歐洲的 以及英國這些 總共是投資了 其實是過萬億的 我們看看他的平衡表 其實有一部份反映在長和那裏 長和今日的資產總值 是1100億 而他的資產淨值是5900億 1,100億 5900億 這裏是付近五百 五千億就是 這個長實又如何呢 他現在分為兩間公司長實和長和 長實就是 資產總值是3300多億 資產股東權益二千六百多億 負近千多億債 你可以當他是負近六七千億債 在公司的帳簿裏面 在公司的帳簿裏面 譬如他不是 fully owned subsidiary 即是他不是 subsidiary 不是附屬公司 在公司的帳簿裏面 他不是負近五百多億 那些債務是不用進去的 我估計那裏也有兩三千億 那裏也有幾千億的 整個牆 即是他們整個集團 其實都是李嘉誠的 於是李嘉誠的債務是七八千億的 當然 原本他依然還是穩固的 他基本上的總資產是萬多億的 大概一半一半左右 現在看李嘉誠的作風 就是一半負債 一半是資產正值 李嘉誠是不會做一些太危險的事的 這幾年其實他真的因為年紀太大 93歲 開始真正是淡出的了 我想他已經比較少理一些事情 我幾年前都講過的 李嘉誠的其中一個危機就是 首先第一 我再講講立場 其實我講過幾次 那些人總是忽視不聽 選擇他們喜歡的東西聽而已 第一 就是 李嘉誠賣大陸的資產 我是絕對贊成的 如果不賣大陸的資產 今天是逃不掉的了 就像其他人被共產黨劫出去的 第二 賣香港的資產 也都證明是正確的 因為 今時今日的香港的情況 李嘉誠 就是北京的政策 都是大量的中資 然後是歧視這些 這些地產商 覺得他們搞亂了香港 因為搞到樓價這麼貴 搞到香港的情況就很亂 是要整頓這些地產商 但是他的一大失誤是什麼呢? 就是他很集中投資在英國 因為他原本是集中投資在加拿大 誰不知就撞了板 撞了板受加拿大人排斥 他發覺英國他熟悉很多 因為那時候和王的大班是英國人 幫他投資英國熟悉很多 他有一大班英國人 喏 但是他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 就是收購的時候的英鎊價錢 這個不是李嘉誠控制得到的 你明白嗎? 英鎊價錢最嚴重 是在2004年 到了2008年 英鎊很貴 14至15個多 是不是很嚴重呢? 然後 到了這裏 大概是12元左右 約12元左右 一直到達15年 12元左右 這個時候他投資了很多在英國 現在是跌到剩下10元 如果你借的也是英國債 而你是 你的本錢 譬如說你投資 5千億在英國 這個貶值了20% 那你就不見了1千億 是不是? 現在轉回美金 更加不幸運的是 他的英國債照顧的比率 就是30幾個巴仙 他有22個巴仙是美金債 有28個巴仙是歐羅債 這個呢 幸好歐羅都下跌 於是 他如果算回美金的時候 他可以不見了很多錢 其實不見了很多錢 我可以說 幸好他賣的物業是賺很多錢 否則他就很危險 我當日批評李嘉誠的東西 第一 賣東西是對的 投資英國都可能是對的 但是絕對不應該投資這些基建 這些 這些天然氣 是賺幾個巴仙 你有沒有看過人做這些生意會發大財? 加到你做了幾十年 做了一百年 做中華電力 他算是有多有錢 對不對? 因為這些政府尤其是英國那些政府 是有很大的政治壓力 不讓你賺這麼多錢 因為那些人會牽涉到民心 這些是穩妥 但是賺不到大錢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批評他的東西 其實以他的財力來說 他應該拿去美國好像Wall & Buffett那樣做 拿去投資或者達馬錫這樣做 因為李嘉誠說他投資是人都給他投資的 他又會拿好一點的價錢 譬如Facebook 當日第三次集資 他買了5%Facebook 只拿著那5%Facebook已經不行了 變成了幾百億美金 即是Facebook 已經可以賺到他現在的身家回來 就是他現在 李嘉誠300億 現在全副身家 他當日C字維持5%Facebook 今天是值多少錢 是不是? 我想他中途就賣進去 李嘉誠有很多這樣的機會 而他也有眼光 也有connection 也不用受人氣 就是全世界去作出這樣的投資 第二點我要說的就是 李嘉誠一定的家族 是灰飛煙滅 我講過這句話 很多人拿出來說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影響力是灰飛英滅 在一段時間裡面 他家裡還是有錢的 但是有錢並不表示你可以呼風喚雨 李嘉誠這種權傾朝野 是李嘉誠在這裡才行 李嘉誠不在就不行了 你明白嗎? 他的兒子是並沒有他這個能力的 就是吃不開的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 就是等於鮑肉剛死了 吳光正還是有錢的 但是吳光正有沒有影響力呢? 就是和鮑肉剛是不能夠相比的 李嘉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因為他一定要吃住 香港的獨特地位 而今天香港沒有了獨特地位 共產黨直接統治 就覺得你在左手左腳 而李嘉誠最後的這點可以說 李嘉誠現在估計他身家300億美金是絕對不止的 李嘉誠的身家分成三份 一份就給李澤誠他 他的司機就不停抽出來給李澤誠 所以李澤誠又有兩三百億美金 第三份就是李嘉誠基金又有這麼多錢 等於是三個兒子 他的分佈是 我想 李嘉誠是有七八百億美金 即是五六千億 我也講過 一直到現在為止 中國人做生意沒有人比李嘉誠厲害 即是可能有錢多於李嘉誠 但就不是李嘉誠的國際視野 可以在歐洲 在加拿大 尤其是碼頭的事業 幾乎是全世界 沒有一個人有這樣的視野 而他政治上是最聰明 由當日鄧小平對他的保證到 江澤民來香港 都住他那裡 他其實跟習仲勳很熟 當日習仲勳做廣東省委書記 到胡錦濤開始 就開始不尊重李嘉誠 下來 那次是特別在深圳見李嘉誠一面 很少單人見李嘉誠 江澤民每次下來都跟他三子爺吃早餐 去到習近平沒有私人見過他 他其實是第一次知道的 第一次知道的 因為在共產黨習近平的眼中只有權力 沒有錢的 江澤民那些是很巴結的有錢人 因為那時候窮 現在呢 習近平是一個權力複賣者 他把最有錢的人 馬雲、馬化騰 最近賣些股票 我相信是轉給共產黨的 其實是假裝賣的 全部是覺得你是他的奴博 你代他拿些錢而已 黃建林 一獲就搞到幾千億 搞到首富就變成欠幾千億 在習近平眼中是低等動物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開始失去政治的影響力 而他覺得做這麼大的生意 沒有政治的影響力是危險的 而最觸發他那一點就是梁振英當選特首 而不是唐英年 於是他就用了這九年 其實是2012年到現在 就是走了那些錢 因為他知道習近平 是不是很妥當他 他就擺出了一種蕭言的態度出來 他還是堅強的 他最後堅強到他還是支持唐英年 我看著他哭那一次 就是他一開始不表態 但是北京迫他要表態 迫他兩者要表態 支持林鄭 因為懷疑他暗中支持執俊華 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 於是他就說一些 兩邊的說話出來 黃台之瓜這些暗示 就是這樣 不要迫害年輕人 但是北京繼續圍剿他 好了 到這裏他現在學清了 他懷疑都走掉了 北京要他講什麼他就講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他只剩下在香港 我看過他的資產負債表 他剩下多少錢在香港呢? 和黃呢? 長和集團呢? 只有9%在香港 他接下來會長期不在香港 即是你捉不到他 但是他也不會得罪你 去到這一刻 你想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 他是不會出聲的 而李澤巨是更加不會出聲的 我要這樣說 這個就是我一直講 對李嘉誠的看法 這個不要在我的李嘉誠 李嘉誠傳入面 就是我現在寫的 將我以前說李嘉誠的說話 就告訴你 第一 李嘉誠絕對是一個做生意的天才 我也告訴大家 你說他只是炒樓 不是的 李嘉誠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眼光幾次是非常好 大買大買是非常之好 這次走掉身也是歷史傳奇 我再講一次那個笑話 他說為什麼李嘉誠會跑第一呢? 馬雲馬化騰地 四五十歲都不夠他跑 這個 因為李嘉誠就說 沒有人叫你聽到槍聲才開始跑 我早兩個小時前才開始跑 你臨到最後你發現共產黨的時候 你才想買東西 你太遲了 你跑掉的 是不是? 你聰明得早 一早就跑掉 你等槍聲響才跑 你便被人捉到 這次是 每個人都被共產黨壓回大部分錢出來 李嘉誠就是不好的 為什麼我要批評李嘉誠呢? 不是我比他厲害才批評 我做生意跟他比都不能比 你現在這種說法是荒謬的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就沒有人可以評論李伯道虎 沒有人可以評論沙士比亞 沒有人可以評論那些球員踢球 看球的人是另一種人 看球的人有看球的角度 你踢不過他你就不要評論 這個很好笑 一種是智者千類必有一失 愚者千類必有一得 當然李嘉誠的成就很厲害 不過我覺得他是二流的生意人 即是一流的生意人 即是Steve Jobs Aaron Mars 那種 那種是改種時勢的 他是全世界似的 而那些人是 英雄是做了一個時勢出來 這些人是厲害的 Aaron Mars 賣50萬部車而已 現在Tesla的市值是高於豐田的 這多厲害 豐田賣1,200萬部車 不是一樣生意 他還有SpaceX 你看到一吋星飛過 他的星星是很有趣的 這些是中時代的人 還有我再講 當那個創業者不在那一刻 即是上一代的錢 原來是有一條計劃的 永遠是現存的錢的三分一 這個世界是現存的錢 現存三分二的錢 是這個世代的人創造出來的財富 即是最有錢的人 是Baisel 你知道嗎? 是Bill Gates 現在世界上最有錢的這兩個人 都是他們白手興家做出來的 是不是? 這些人 這個五大巨頭 這個才是厲害的 即是你累積多久的錢 都不夠別人一和 Baisel那些現在是過萬億的 你現在是在講港幣的身家 即是李嘉誠 就算數了我講這些 累積了這麼多年 都鬥不過一個Baisel或者Bill Gates 不要說河東家族 不要說永安家族 永安家族知道多少錢嗎? 20世紀初期 全國落 在香港有七條街的物業 厲害嗎? 永安百貨公司在上海多厲害 全國多厲害 永安沙廠是全中國最大的沙廠之一 今日國事家族 連人家的零頭都沒有 我告訴你 做生意有如液水行舟 是當時吃到時勢的人 就很厲害 一手勢 其實你一直不少 是沒得手的 做這些生意就是手勢的生意 而不是公勢的生意 好,多謝大家 每人一碗防疫湯水 不過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除此之外 在堅石燒 凡是光顧任何燒烤套餐 都送你每人一罐罐裝飲品 在堅石燒 凡是為顧任何套餐 或者大餐牌的石燒扒 或者石窩飯 都送你動飲一杯 好 好了 寒豬叉燒就有得買 斬大塊叉燒 有得外賣 疫情關係 相信大家都要外賣 所以全線紅米 和時代冰室 都推出熱賣的原條寒豬叉燒 售價是280元 1KG 可以選原條 一條大概是400至450克 大約110至130元 一條叉燒 是寒豬 而且是積造的 脆脆脆的 或者半條 可以買半條 半條200克左右 售價要實際重量計算 為了保持新鮮度 餐廳會限量出產 早上11時半之後就有供應了 大家斬料加菜 真的要考慮一下 寒豬叉燒 是人們說吃過最好吃的叉燒 好不好 多謝大家